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在家工作比較好還是在辦公室比較好 我相信有非常多人因為疫情的關係 開始變成遠端工作形式 甚至有非常多人可能從去年3月開始 整家公司都進行這樣的模式 第一個可以防疫 第二個對公司來說 可以大幅的降低他們的辦公室成本 所以經過了這一年多來的 遠端工作的全球大實驗 我們來分享關於遠端工作 還有疫情後的生活型態有什麼樣的改變 希望也能夠為你們帶來啟發 這是個歡迎投資理財與自我成長頻道 如果你需要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喔 那我就開始了 首先我想要來分享的重點有三個 第一個重點就是關於在家工作這件事情 開始風險了之後 在全世界上到底有哪些改變 第二個重點就是工作模式的改變 我們在生活中應該如何調整如何因應 因為我算是一個滿五六年來 就是一直都是在家工作型的工作者 那也有自己的辦公室 所以呢對我來說可能衝擊不大 但是我相信對很多進辦公室的上班族來說 可能要做很大的心態調整 那在這一集裡面也會給你們一點建議 以及第三個呢就是 在我想要舉一個具體的實例 就是以Google來說呢 他們目前的 以後的遠端工作的形勢到底是怎麼樣 那還有我自己的團隊呢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的 首先第一個重點呢 經過了去年三月開始到現在的全球大實驗的 在遠端在家工作這件事情以後呢 疫情的影響下呢 有非常多的人呢 變成了遠居工作還有在家工作 可是到底是在公司比較好 還是在家比較好呢 其實各有擁護者 那根據研究呢 有一個澳洲的線上協作軟體公司 他從他的客戶使用公司軟體的行為呢 分心全球65個地區的上班族的工時 發現呢 從去年3月開始呢 他們的工作時數呢 都開始延長 因為那時候的多數的西方國家呢 都採取封鎖的措施 那4月到5月呢 跟之前相比 每個工作日呢 延長了30分鐘 另外呢 員工呢 開始傾向於長時間的作業 沒有停下來休息 根據英國工會呢 Pulsebag的調查表示呢 有35%原本在辦公室裡面工作的員工呢 自從開學居家辦公以後 他們的心理健康逐漸惡化 因為呢 有40%的人認為 他們沒辦法從工作中抽離 他們雖然在家裡工作 省下了通勤的時間 但是呢 可能也用了更多的時間來工作 雖然工時呢 變得靈活 但是生活跟工作非常難切開 反而進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 因此呢 我們就來好論我們的第二重點 是如果你想要在家裡工作 你想要同時有效率 又想要同時想要生活品質 可以進行怎麼做 或者是呢 你現在有一個遠端工作的團隊需要管理 或者是你自己就是一個遠端的工作者的話 怎麼樣的方式呢 可以讓你的工作變得更有效率 我這邊要來分享主要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建立你的團隊默契 在辦公室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隨時找到人問 然後甚至呢 也可以立即的呢 開始Call Meeting 讓大家來直接聚會討論 但是在遠端工作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發生找不到人的狀況 這時候呢 如果你是遠端工作團隊 你就應該要建立一個規範 因為溝通呢 其實是非常花費時間成本的 比如說你可以設定一個規範說 公司每週一的早上呢 要開一小時的週會 來訂定本週的工作計畫 然後還有去決定重要的事情 還有討論上週未解決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工作的習慣呢 就可以幫助團隊呢 一直處於在一個 向心力很高的狀態下 然後再來呢 就是有問題呢 不要隨時的去干擾或打斷別人 可以訂定一個 可能大家共同可以互相交流的時間 比如說可能一天的下午四點 或者是五點 或者是三點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大家可以共同討論的時段 或者是可以向他人提問的時段 那保留給其他的遠端工作者呢 有比較長的獨立專注時間 就可以幫助產能變得更高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時間管理 我們雖然少了通勤的時間 可能時間好像變得很多 也不加不加 會浪費自己太多的精力 在交通上面 那這時候呢 在時間的分配上呢 我通常會建議呢 在時間管理上面 你要把一整天的工作工時呢 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呢 當作專注時間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當作零碎處理工作的時間的部分 以我來說 我以前在當上班族的時候 我有一個習慣 我一進辦公室的時候呢 我會先思考一下 今天有哪些主要的工作任務 專案進度 我需要進行 那我可能早上呢 會安排兩個專注的兩個小時 然後下午呢 也安排三個小時 那在中午的時候呢 或者是接近中午的時候呢 我可能會優先來回信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一些信件呢 可以及時的回覆 比如說早上9點到辦公室 開始工作 那我可能第一個半小時 先思考今天有什麼主要的專案進行 所以從9點到11點是我的專注時段 那等到11點到12點開始肚子餓 接近中午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不需要太大量的腦力 或思考的工作呢 就可以進來 比如說一些回信啊 溝通聯繫啊 還有零碎的事項 那這時候 11點到12點的時候 就剛好完成一些零碎工作 然後還有回覆信件 那在12點到1點的時候呢 可能是午休的時間 那1點到4點的時候 有一個完整的三個小時 那可以專注做一些思考類型的工作 因為我以前的工作呢 是研發工程師 所以我們要花很多的時間呢 做研究還有做軟體的開發 因此呢 專注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讓我們提高我們的產能 那3個小時的專注時段之後 其實人也差不多累了 在4點之後呢 就可以嘗試著做一些 可能需要溝通聯繫啊 信件往來啊 或者是一些案件回報啊 進度回報的事情 那就可以完成這一整天的工作量 那這樣子一來 你既有專注的時間 也有可以溝通聯繫的時間 那你可以跟自己的同事們 約定好說 比如說我在每一天的 11點到12點中間 還有下午的 4點到6點這兩個小時的時間 都是可以跟我討論或提問的時段 那這樣子也可以幫助自己 非常有工作效率 那這個方法呢 我覺得你在辦公室可以使用 那你在遠端工作的上面呢 就更需要使用這樣的時間管理方式 才能確保呢 你有高效率的產出 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要試著建立自己的工作區域 如果說你現在工作的地方 在你的床旁邊 很有可能突然覺得 喔好累喔 躺一下好了 然後不小心睡著 然後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然後可能不知不覺呢 今天的生產力就非常的有限 然後都在床上讀過 因為我常常這樣 後來呢 我開始學會呢 幫自己安排一個 獨立的工作區域 那這樣的工作區域呢 可以透過幫自己 建立一點儀式感 比如說我們在上班前呢 我們通常會梳妝打扮 然後讓自己 進到一個工作狀態 然後才出門 但是因為在家工作 我們可能不需要出門 這時候呢 我的習慣是 我可能會把睡衣換掉 換成屬於工作上的服飾 或者是做一點點簡單的盥洗 來讓自己呢 恢復到工作的狀態 然後再到自己的工作區域裡面 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在我們辦公室沒有人呢 以及遠距工作 這樣做這兩本書中 其實有非常多 跟遠距工作有關的know how 然後是我個人蠻推薦的書 如果你現在是屬於一個遠距工作者 或者是你需要管理遠距工作者的團隊 都蠻建議你們可以去找來看看的 那第三個重點呢 我就想來分享關於 Google 意後的工作模式 然後希望也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點敏感 首先呢 他們週間呢 需要進辦公室的上班日呢 變得比較坦性 通常遇到工作的性質而定 比如說可能安排說 今天一個禮拜裡面有七天 要求每個人 進辦公室二到三天的時間 那進辦公室的時間呢 用開會日安排在一起 那如果是可以獨立作業 或獨立創作的事情呢 就可以採用遠端工作的模式 那以我的公司來說呢 我自己的工作習慣是 我每週一呢 是我的開會日 所以我內部團隊的開會 或者是廠商的會議呢 我會盡量安排在禮拜一 那禮拜二呢 是我的拍攝日 像今天的就是禮拜二 那我就會定期的安排固定的時間來 把自己的狀態準備好 來拍攝影片 或者是熟悉腳本 那禮拜三呢 可能是我的外務 或者是聚會日 比如說我會安排讀書會 來安排進修 或者是呢 安排拜訪客戶這些行程 那禮拜四禮拜五呢 就是我的創作日 它可能會讓我們發想 新的企劃 還有商業計劃 還有一些需要自己 獨立創作的時間 然後不被別人打擾 也不容易被客戶打斷的時間 甚至呢 有時候四五六日 可能會有連續性的活動 那我們也可以安排這樣的時間 來做規劃 那這個就是第一種呢 可以透過明定的會議日呢 來讓遠端工作的團隊 更好的合作 第二個呢 就是工作地點變得更多選擇 以我的朋友來說呢 因為我有一位好朋友呢 他在上海的Google工作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他選擇遠端在家工作 所以他就返回了台灣 那他可以選擇 進台灣Google的辦公室裡面工作 也可以選擇在家工作 然後完全不進辦公室 所以這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現在呢工作者的所在地呢 變得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只要能夠有效率的完成他的工作 然後透過雲端系統的運作呢 就一樣可以達成所有的工作任務 那我覺得呢 工作地點可以自由選擇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以我來說 我自己 目前選擇的商務中心 在尾風南山 所以我 通常我的商務中心呢 來做會客 或者是團隊會議使用 然後還有收件啊 還有一些業務往來 那平常呢 我自己辦公的空間 因為我以前是 旅遊博客 我常常在不同的國家 所以當時呢 我常常在找商務中心的時候 我都優先選擇那種 在全世界都有據點的商務中心 因為這樣子一來 我就可以 比如說我這個月想要住在倫敦 我就在倫敦的office工作 我這個月想住在紐約 我就在紐約的辦公室工作 而不受限於地點的限制 那我相信呢 這是未來遠端工作者 或者自由工作者 越來越能夠選擇的生活模式 第三個呢 是時間的調度會變得更加靈活 Google社友呢 專注時間 來讓人們專心處理工作 還有一個叫重新設定日 也就是reset desk 這是延續疫情後呢 他們給員工的充電日 在選定的日期當中呢 全球員工放假一天 那這個呢 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 也在這裡提供一個實力分享給大家 最後呢 我想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A 我現在呢 還是進辦公室工作 所以我體會不到 遠距工作 或在家工作的差別 B 我的公司已經遠距或在家工作 已經一段時間了 經過這一集的分享呢 我找到了可以提高效率的方法 以及C 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所以我早就已經習慣了 遠距跟在家工作的生活型態 所以對我來說 這樣子的改變了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D 歡迎隨意和我閒聊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